手拉風箏 乘風破蠟 在海邊做出各種高難度跳躍動作 水雙運動在台灣並不常見 各種裝備要價不菲 有玩家迷上這項運動 卻沒想到因為商品都是高單價 被歹徒鎖定下手行切 箱子都亂七八糟了 玻璃門被開破了 箱形車停在路邊 靠近圍欄一側 幾乎容不下一人通過 但車窗整面都被敲碎 玻璃碎落滿地 高價水上活動裝備 不翼而飛 失主欲哭無淚 把重要的東西全部都拿走 中間還有那個浴槍 沾在SUP板上雙手滑獎 遭切的水上遊樂裝備 光是這塊板就要價五萬 全台僅有十塊 滑獎七千五 加上五面風箏共十萬元 小偷搜刮一空 讓專業玩家損失慘重 超過十五萬 這個是一個充氣的SUP 然後大部分沒有玩過的人 他拿的時候他可能連打氣都不會 箱形車遭切 嫌犯卻只拿走 有專業裝備 位在汐止這處河濱 停滿整排轎車 只有這輛不起眼的車 遭人破窗 車主懷疑竊嫌很專業 似乎早就鎖定目標 所以這板子從出廠的年份 到他什麼時候到台灣 都是有紀錄的 那他偷了 真的要嘛就自己玩 要嘛就是賣給 不認識的人 他真正在海面上出現 就會大家都會看得到 附近沒有監視器 警方表示查期困難 施主辛苦賺錢投資興趣 卻因此遭有心人盯上 但小偷行竊罕見裝備 不論自己拿來使用 還是變賣囂張 恐怕都相當引人注意 記者吳奎恩 宋香玲 新北市報導